Mence Car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Vlog要拍什麼呢? 今天是禮拜一 通常禮拜一是我公司最忙最忙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產品 要上市但是 原廠美國的原廠居然沒有廣告影片 所以我們可能要自己拍 因為我們的器材有線 所以必須要運用我們現在手邊 身邊現有的 工具 跟道具 所以呢我今天打算用 之前借來的幾個道具 第一個我們要用到 這個我最常用的 RX100M4 為什麼要用RX100M4呢? 因為 第一個它有每秒120張的Full HD 的攝影 那它可以讓我在 拍攝產品的時候 快速移動的時候 左移 右移 前移 後移的時候 它可以有一種類似像滑軌的效果 如果我再把速度放慢 譬如我這樣很快往右移 這樣往右邊移 或往前面移 或往上面移 那 我們自己用手移 當然沒有辦法像這種滑軌 像這個就是滑軌 這個是我之前買的滑軌 但是因為我的雲台 雲台的這個 搭配雲台的這個 螺絲 的鎖孔尺寸是不合的 所以我到現在還沒有去買一個合適的 這個油壓的雲台 所以我今天我們拍 產品暫時就不用這個滑軌 那這個滑軌其實是很特別的 它可以 把相機架在上面 然後可以移動 可以在地上 或者是搭一個三角架 然後這樣移動 那畫面就是會 會有橫移的這個效果 所以一般你會看到很多畫面在移動 很多專業的攝影團隊都是用滑軌 那我們今天客那一點我們來 客那一點 順便 在Vlog裡面把我們的工作 然後跟拍攝的成果 一起放在影片裡面 順便當作是一個 攝影的 分享 不要說教學啦 攝影的分享 分享 我是怎麼樣把 產品呈現出來 用這種很土砲的方式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攝影 所以 在業餘的部分其實 以我的經驗是還蠻夠用的 那 所以剛講到這邊 就是 我的RS100M4 那 我剛有講嘛 就是可以移動嘛 我們如果這樣慢慢移 手會抖對不對 如果快一點 移快一點 如果我們的相機移快一點 或往前移快一點 或往上移快一點 是不是手就不會抖了 但你移太快 你畫面動了會動很快啊 那我們有個辦法 就是 我們用很快速的方式 這樣移過去 但是呢 速度放慢 四分之一 我們把它變成用慢動作 你這樣很快移過去的時候畫面是動很快 可是如果你放慢 四分之一的 那畫面是不是就這樣慢慢動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就 可以當作是一個類似像滑軌的效果 滑軌的特效 那再加上如果說我有三軸的穩定器 這個是我之前跟致雲 台灣的代理商致雲借的 一直到現在 很少有機會在 頻道裡面跟大家介紹 OK 剛電話講到一半是上次 上次我的辦公室裡面買了一台 一金電視 那因為 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我把它退回去了 那 PC用打電話來 這有關於退貨的部分 他們處理的速度還算還蠻快 因為中間 買了 買了這個 電視機然後有附一些贈品 結果贈品我也拆開來 結果贈品退回去的時候有一些缺件 那我就直接跟PC用講說 沒關係贈品本來就應該退回去給廠商 如果有缺件的話贈品我買下來 那有一個USB的風扇 紫色的 後來廠商說210塊 我說好那就210塊 對 我覺得 雖然有期間見場期但是 東西 如果 退回去的時候有缺件 或者是如果有 有刮傷受損 這賠償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 剛才講到這個 智雲的三軸穩定器 那這個三軸穩定器呢 它是適合用在什麼 哪一種幾種 單眼 微單眼 就是微單眼相機 那 如果用我這一台的 RS100 M4來講的話 有一點 殺機用牛刀啦 不過還是可以用 那 因為我現在我的 因為我 目前手邊的相機 我也比較希望能夠 操作 的熟練度 這一台是我比較有把握的 而且它為什麼要用這一台 因為它的光圈有1.8 它光圈大光圈可以到1.8 然後 慢動作又可以到 每秒120張 所以呢我覺得 這樣子可以 滿足我今天要拍的影片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現在把它裝起來 那我今天就大概 快速的 這個安裝這個 智雲的這個 我就不在 今天我們這一篇就 不會去 特別介紹這個 智雲的三軸穩定器 只是拍一個就是組裝的過程 讓各位可以看得到 兩顆18650的電池裝上去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把相機 做定位 那 螺絲 專用的螺絲 好 我現在把它裝起來 電源長按 長按之後它就會啟動了 我要按下去了 你看 注意看喔 現在相機還沒啟動 它會晃了晃去對不對 好 1 2 3 好 有沒有 這個就是智雲的 微單眼的三軸穩定器 好 我們要出門了 這個就放旁邊 走啦 好 對 可以再快一點 剛才有 這一把 今天 跟載 會 好 我們回來 好啦 我們回到辦公室啦 這是我剛剛在剪接的一些片段的畫面 那我把一些精華的部分把它挑出來 有沒有 現在剛看到有點像滑軌的動作 然後再這樣配樂 待會各位在這段影片 待會在我們今天的Vlog結束之後呢 會直接接著把我的作品放在影片後面 在那邊再這樣配合 期待一陣子 最後一集在裏面 還沒看到 好 MOM Youth 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